让我发光,赵露丝新造型曝光,白色温柔优雅,陈伟霆尽显霸气,杨子的新剧《龙香丝》和《花年度》,如果说近段时间最受欢迎的剧之一,那就是赵露丝最新的《让你活得如梦》,虽然拍摄时间不长,但从开始到现在每天都有新的亮点。 在《给我光明的生活》中,赵露丝饰演的女主角徐燕的演技相比其他演员来说,演技要好很多,这也是她最擅长的。 《卓洛图》是1995年出生的著名女演员,最近也是拍戏的热门话题。 赵露丝主演的最新电视剧《让我头晕》,改编自张月然的同名畅销书《大乔小乔》,该片主要讲述了著名女主播徐燕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谭浩鸣表面上是一对恩爱夫妻,但他们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两个人摘掉了外在的面具,彼此更加亲近,找到了彼此的心,互相理解了。 《心愿》是一部严重依赖悬疑的电影,但在电视剧版中,它更倾向于都市爱情。 因为女主角是著名主持人,所以赵露丝在这部电影中的每一次出场都值得一看。 无论是优雅的喝下午茶,还是像韩剧女主角一样舒适随意地穿着。 从公开亮相来看,赵露丝的发型有其间发型、高发际、直发、发际等多种发型的组合。 虽然款式不断变化,但每一套衣服都设计有自己的风格,一点也不显老气。 她有一头长发垂在脑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富家子弟,这让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一朵盛开的美丽枝字花。 很难想象乔艳这样的人物一生中经历过哪些事情。 能够走到这一步,她需要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资源。 虽然她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幻想,但她却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的。 不得不说,赵露丝之前演的戏都是可爱的小女孩,没有徐妍那么精致优雅。 有人认为,新角色赵露丝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纯真。 但现在,不得不说,赵露丝的转变对于网友来说是积极的,我们也希望如此。 看看她在故事片中的表演。 陈伟霆在梦中饰演男主角沈浩铭,也凭借帅气的老板装和性感的芭比式套装吸引了不少关注。 穿上心中式西装,更是吸睛。 将精致的脸蛋与苦行僧的气质融为一体,让人有种又看到老酒门里的张启珊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陈伟霆非常出名。 与杨幂、赵丽永等多位知名女演员都有过良好的合作。 最近作品不多,但与张若南合作的赵亮你,却收获不少好评。 因此,她与Toolow 2合作的新剧《约定我的灿烂时光》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不知道这两个角色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一个是著名女主播,一个是金融精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约定我的颜色,赵露丝新形象曝光。 陈伟霆身穿优雅白色连衣裙,气质十足。 对于两位明星的新造型,你有什么看法呢? 您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意见。 今晚,朱蝶惊讶于继蒙道的温柔,刘亦菲一脸疲惫。 五来的人家轮更帅了。 7月18日晚,两场品牌活动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众多明星盛装出席。 跟随小编前往活动地点,感受现场气氛吧。 宝格丽北京收藏艺术展Serpenti传奇蜕变。 刘亦菲现身活动现场。 今晚,她身穿印度品牌Gorov Gupta2024春夏高级定制系列香钻白色蕾丝连衣裙,依然优雅迷人。 她的长相无可挑剔,但经典的高发发型如今看起来有点过时了。 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精神也不太好,使得她在视频中的颜值不太好。 刘亦菲确实可以减肥。 在她晒出的修图照片中,她的脸明显比外景照片瘦了一些,整体感觉大大提升了。 你怎么认为? 无雷线深猛活动。 她一出现,小编就愣住了。 她把头发梳到脑后,穿着深V西装。 感觉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几乎认不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她经常出演历史剧,我感觉她的发际线后退了一些。 Posati其实周年纪念展在上海如火如荼的进行。 人家伦出席活动。 今晚,她穿着一身是有珠子和亮片的休闲西装,搭配大后背剪裁和黑珍珠耳环。 整体看起来相当帅气,而且非常时尚。 周先生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这款黑色墨胸连衣裙是有蝴蝶结,净显优雅俏皮的风格。 她的皮肤非常白皙,容貌令人惊叹。 自从最近的事情发生以来,每次出席活动,楚总都面带微笑。 陈冠希也出现了。 说实话,她真的很有个性。 你怎么认为? 习近平现身活动现场。 好久没露面了,没想到这一次露面,脸圆了很多。 曾经颧骨突出的脸,明显胖了不少。 这件白色的断面连衣裙,有着奇妙的图案,衬托出她的曲线美,整个人看起来都在发光。 戴佩明经验亮相。 这件衣服有点难以评价。 你觉得她看起来漂亮吗? 在同一场活动中,还有两位名人出席,朱正廷和赞多。 今晚我看到了很多人,你认为谁最引人注目? 洋洋芯片秋仙上线。 看看阵容就知道这个角色有多强了。 电视剧《凡人传奇》比动漫好看。 编剧是贾东严,非常有能力的动画师。 实在没有理由不看。 转发至《凡人传奇》。 BJN的全景,清晰自然的滤镜,出色的纹理。 而且看得出来,剧组并不缺资金。 一千多分钟的战斗场面特效占据了剧集片长的近70%。 《凡人不朽》的故事,在起点连载。 这部长生小说的作者是旺语。 《凡人修仙》小说共有2446章,分为凡人片、灵魂片、最后是仙界片。 有一些著名的青年演员也像洋洋一样努力演戏。 他们整天嘲笑洋洋,因为她一年只拍一部电影, 但她拍一部电影的时间比别人拍三四部电影的时间还要长。 韩丽是最孤独的人,她年轻时离家出走。 然后她最好的朋友就离开了,被她一个人带走了。 仙界阴谋。 韩丽除了外表平凡之外,是一个非常聪明、冷静、深刻的人, 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果断果断的人。 预告片中,洋洋饰演的韩丽给人的感觉非常好, 眼神里的表情也非常清晰。 人们两个人很高兴地, 嗯, 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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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